随着载有聂海胜、刘伯明与汤红波等三名太空人的神舟12号太空船 从中国西北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六小时后与天宫太空站的天河核心舱汇合对接 三名太空人首次进入该太空站 此次三名中国太空人将进行长达三个月的飞行 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太空站的建设工作 为太空站安装设备与测试多项关键功能 中国的太空站建设计划预计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该建设计划共有11项任务 此次的飞行任务不仅完成了当中的第三项 且预计太空站将能拥有10年左右的运行寿命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广其太空计划 将其视为提升全球地位和技术实力的努力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太空总署也在官网上发表赫词 内容写道祝贺中国成功将太空人送入太空站 我们期待着科学新发现的到来 东京选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